不是相声火了 从始至终就只是郭德纲一人火罢了 本来理念不同 选择退社无可厚非 但张文顺不顾生命垂危 也要给徐亮摘字 又究竟是为何 2008年9月19日 徐德亮前脚发文 宣布退出德云社 后脚记者专访便放了出来 显然早有预谋 那以前我的房子还要还贷款 完了我这个一个月 可能挣个三千多块钱 德约说现在已经是中国 出厂费最高的团体了 品牌价值达到多少多少个亿 据说是这样 那么我们演艺场 还仅仅这么一点钱的话 那还有什么发展呢 若只是为了工资问题退出 还则罢了 但能让张文顺时到矮晚期 还专门出面宣布摘字 只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原来徐亮曾找到江坤谋职 并表示敦社整理的相声资料 以及各种内部消息 都可悉数奉上 没成想 江坤根本不在乎传统相声 一心只想成为新相声的开山鼻祖 此事没成 徐亮只好自立门户 但成效如何 大家肉眼可见 而郭德纲出面发声后 才发现徐亮控诉 敦社拍戏上节目 从来不带他 也是在造谣 小桃杨边吃汉堡边回答 事实显而易见 就连此前所说每月三千的工资 也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而郭德纲接下来一番话 更是让徐亮无言以对 你现在开什么车 你告诉我 我的车 你们社长呢 我的社长 快回去辞职去 不是 比尔盖茨公司的人 不可能跟比尔盖茨一样 许老师也不是跟我一起创业的 02年的时候他来过 他跟我们唱过几场鼓曲 然后两三年没有见面 然后华生天条的后期来过几天 他正式参加德云市 是在烧饼之后 我想呢 我们今天的艺术 说是被人家服务 说是艺术应该结合生活 那么无论如何 就要有时代的人物的出现 不能是光去逗乐啊 去在这儿 就是互相的这种调侃 江坤先生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过相声一定要有时代人物的出现 不得不说 江坤先生自己说的话 他自己做到了 在今日的时候呢 江坤先生被评为优秀的 非无诚文化遗产相不传承人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有点懵 江坤不是在2012年就被评为 非无诚文化的传承人了吗 这怎么又出来说了一遍呢 其实可以说 这次是对于传承人的检验和审评 在官方给出的消息中 讲述了这十年 江坤先生做的其间大事情 第一策划推荐了向上的创作 并且培养和发掘了不少新人 第二就是组织 并且参加了很多比赛活动 比如马基杯全国大学生向上大赛 第三呢 就是在国企和大学中学 进行了很多次的演讲 第四就是参加了很多文献 及书记的编辑工作 在这么多优秀成绩的加持下 江坤先生的综合等级被评为优秀 所以发个通告告知大家一下 在昨天的时候 很多人给老魏发私信 问老魏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老魏只能说我坐着看 或者是躺着看 你什么意思啊 好了不和大家开玩笑了 我还能怎么看呢 当然是祝福江坤先生 取得了这么多明面上的成绩了 这可是人家努力的结果 老魏一直相信 通过江坤先生的努力 一定会将相声 及其他的传统艺术 带向全新的高度 当然了 老魏个人也是有几个小疑问而已 首先培养和发掘的信任是谁 在这几年 比较出名的青年相声演员 德运社都不提 金飞珍希应该算是一对了 卢秦玉浩应该也算是一对了 还有谁呢 培养出的信任是谁呢 哦 可能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还没有成名 毕竟有的时候 一把好剑也是需要先藏着的 其次 马基辈大学生相声大赛 举办了这么多次了 这些大赛上面 获奖的人员现在在干什么 这些比赛 有没有间接性的提升 相声演员的数量 和行业整体的发展呢 还是说 仅是取得了比较好的名次 就加入了主流团体 如果真的仅是这样 那这样比赛的含金量和意义 到底有多少呢 东坤先生代表文学艺术基金会 获捐600万 用来发展单口喜剧艺术 在没有看到这个货子之前 还以为是捐款600万呢 然后看了一圈才知道 是获得了600万 然后用于促进单口喜剧 别人才的发掘 这件事情是2019年的事情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单狗喜剧的演员 怎么说呢 算了吧 可能是老魏个人了解的比较少吧 不知道都有谁 还有很多人表示 取贤不也是办了很多的演出吗 比如经常办慰问演出 在这里老魏不否认 这些落地的演出内容 虽然说我所在的这些地区 是一场都没有看到过 但是毕竟可以从网上 找到相关的视频内容 但是有一点是需要了解清楚的 这些晚会的资金出处是哪里 直白点来说 是不是羊毛出在了羊身上 但是这么多的演出 结束了以后 真正的含义又有多少呢 真正的做到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吗 其次就是再说了 这个不是这个行业应该做的吗 不然的话连演出都没有 每个月躺着拿工资 拍又红有专的大决战 南征北战 也可以拍纯搞笑的 比方周英驰的那些个 无厘头的东西 也可以拍又搞笑 但又有点意义的 就是冯小刚的这种 这种逢式喜剧 也可以拍点地下的小成本 也可以拍点这种 东欧的这种风格的 都可以 但是你绝不能去拍一个三底片 去拍一个A片 这是道德底片的问题 你就是说 比如说偶尔我们说话 说一点小分段子 或者什么 这种经常外嘴边就不太好 什么什么 其实在底下说 我觉得也无所谓 但是你拿到台上去说 就有点问题 所以说你觉得郭老师说的是 象征界里的像A片一样的 这样的象征 有一些地方是 类似 我会不是说从黄色这方面来说 就是从层次上是 那你会看不惯它哪一点呢 就这一点吧 对 这一点 我记得 就是说的有点太 好像在您的新书里有写到 它像野狗一样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那其实是一个好词 就是它的这种拼搏精神 这种精神 其实在创业的时候 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哥 你真能转 如果有人说 你真的很拼搏得很像野狗 我就觉得 真的是这样 因为其实是野狗 它其实虽然说没有家 但是它有一种 要努力活下去的勇气 就是它要跟其他的狗去抢神 它要把这神抢到 但是问题是 你已经抢到了 你已经在这个万国博览会上 你变成狗皇帝了 你已经是 所有的记者都已经开始跟你叫相了 你身家多少多少钱了 你就要负担起这种社会的责任感 你如果还没有 你还是野狗一样去抢神 公事说它是马家的风格和马三里一样 我娶你的吧 恩维博士的相声演员李银飞 实播时对公事相声创始人李红叶博士进行了评价 他给老先生是不谋而合 也许我们在历史上就是同人同缘的吧 都是天津人 马三里老爷怎么样 我觉得口识不是很清楚 别的都听 好 推推的好 不要练的 单对于马三里先生的不了解 马是风格完全不是完全不一样 马三里先生的风格是风则凯的漫画 淡淡起笔勾勒出一个市井小画 这是马三里先生的风格 我们的相声更像 谁的传人 我认为是更像马三里先生的传人 因为我们都重视裸体高校 口识也都不清楚 你身高挺高 很多相似的地方 冲杀冲杀 这小孩是带的 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吧 公事相声你如果非说它有什么风格呢 它特别像PPT相声 就是它得后边配一个说明 背景介绍 背景展示 等等等等的 插图什么的这样能逗乐观众 我鼠鸡过了年就是我本命年 你鼠鸡啊 那我给你请个外号就叫妖鸡 妖鸡干嘛 我这本人很妖 你不是一条单身狗吗 一条不就是妖鸡 说就火 一说就爆 一说就爆 胯炸了 胯又炸了 我的相似简单说就是胯就炸了 就这点优点 没有别的优点 好吧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完全的 完全的它有点自信的过分了 自信的过分了 24时之后 与界绑尼达哥老艺术家退休以后 抖映开直播聊足球 希望延续艺术生命 别弄那么含蓄 你界就叫网络不差 作为一名混迹在抖映直播界 一年多的老主播 我嚼着 我有必要给这位信仰老艺术家 一些指导 因为在日后的直播当中才坑出雷 回合于上 首先啊 你得要消灰达哥 直播间里的绑尼达哥 那才是直播间真正的领导和主宰 达哥进来要欢迎耍票要现房 这不算窄面 哪怕是你的秃子秃顺们 这要是飞机周期火箭舱控 花子满天转 那也是你的一时父母 他要是让你踹上 胸前绣一个大圈儿的大红大褂 你可得立马照办 光是嘴天那还远远不够 这手跟眼也不能闲着 得练就各种 几眉弄眼 鼻信脉弄 轴信更得走圣 练就六合欢愉之共 那讲究外散和 手交眼 内散和信气胆 眼罐鼻鼻罐口 口关信 一手拘捕 勿使勿着止气外流 阿炸之目 歇出 尤其关键的是 那得等你败了事 才能告诉你 得白个自由 还比早期银宝贷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据坏的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